歡迎各位來賓及同學的參與 在這裡我先為各位來賓介紹一下今天的活動流程 首先是我們的外交部官員及校長致詞 再接下來是我們的領務局林鼎翔副組長 為我們所帶來的簡報 接下來則是澳洲駐台辦事處經濟暨政策處 首席副處長史翠希女士所為我們帶來的簡報 然後是謝孟瑩小姐及林翠瑞晨小姐 所為我們帶來的度假打工經驗分享 最後就是我們的問答及交流時間 那我們現在邀請外交部史瑞琦主任秘書 為我們說幾句話 請為他帶來熱烈的掌聲 好 校長我們外交部雲家南辦事處的丁處長 我們司國際長Miss Patricia Smith澳洲代表處駐台北的代表 我們外交部的各位同仁 還有我們中正大學的各位同學大家早 好 離開台北來到卡納的故鄉感覺真好 離開台北來到我們外交部今年的模範公務員的母校感覺更好 我今天來這裡真的是第一個就是要非常謝謝中正大學 中正大學的培育讓我們外交部的同仁叫做尹文欣 是貴校86年到89年這個政治研究所畢業的校友 這一次因為大家可能知道英國有一個林克穎的案子 林克穎這個就是在台灣出車禍撞神逃到英國去 是英國人但是我們跟他跟英國政府打交道 然後想要辦法把他引渡回來 這個案子辦到現在有非常多的成就 就是因為貴校的校友的尹文欣的這個努力 非常非常謝謝 而且我們也非常謝謝中正大學這一次幫我們了很多的忙 這一次事實上是我們外交部第一次來嘗試用網路直播 來跟大家一起辦座談會把資訊分享出去 我們跟中正大學學習了非常多 謝謝謝謝吳校長謝謝國議長 謝謝我們在座的各位同學 我在來之前我想我常想 事實上這個我們的主題是度假打工協定的座談會 我事實上網路上看了一下 網路上有非常非常多的資訊 所以事實上我們想要講的網路上 大概都已經有了 那我就在問我自己 那我們辦這個度假打工協定 我們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後來我嘗試著想來想 來這裡跟大家分享 我想第一個最重要的是事實上 instead of我們一直告訴你們有什麼資訊 我們反而是非常想知道非常想聽到我們各位同學 我們各位同學 你們有什麼意見 你們希望我們外交部甚至當然我只是來外交部 我只是代表外交部 甚至對政府你們希望我們做些什麼 事實上我們是來這邊來聽大家的意見 來跟大家學習 來跟大家交流 來了解到大家需要什麼 然後我們朝這個方向去努力 除了這個之外 我想說我事實上來這裡的目的非常簡單 第一個事實上就是跟大家一個保證 我們一定會繼續努力 救救大家 我們現在目前認為大家想要的東西 我們去努力 譬如說度假打工協定 我們了解到有非常多的年輕人希望能夠出去 在國外增長一些見識 那目前為止外交部努力 已經有11個國家簽訂的度假打工協定 還有好幾個國家都正在談 這些都是我們年輕人將來 很好很好的一個歷練的機會 當然我們也更是這個免簽的國家 我們努力了很久 到目前為止從135國 剛好剛剛前兩天才增加到 一百四十個國家拿中華民國護照 現在可以去一百四十個國家 國家或地區有可以享受免簽證的便利 包括我們澳洲 包括紐西蘭 所以我來這裡第一個 跟大家保證 我們一定會繼續努力 朝大家希望的方向去做 另外 也跟大家一個拜託 拜託什麼呢 大家年輕人 都想出去度假打工 都是我們這次來辦的主題是度假打工 拜託大家 在出去之前 網路上有很多東西 大家都沒有問題 但是萬一有疑問的話 跟我們聯絡 待會就是為什麼我們這麼多人 包括 包括Patricia 也會跟他說明 跟我們聯絡 跟我們查證 來 多一層保障 拜託大家跟我們聯絡 在出發之前 出發之後 到了澳洲 到了紐西蘭 到了加拿大 到了日本 到什麼 出發之後 我們不會去巴著你 但是 有問題的時候 一定 拜託 跟我們聯絡 我們一起 一起 來解決問題 我們知道 大家到一個地方去 會人生地不熟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外交部在 海外 有117個 辦事處 這個辦事處 都是納稅人的錢 來設立的 主要 就是 維護 我們國人的權益 所以千萬不要猶豫 千萬不要不好意思 在國外 有什麼問題 打電話給我們 如果你不曉得 你在雪梨 我們的辦事處在哪裡 不曉得你在澳克蘭 辦事處在哪裡 沒關係 打回台北 待會我們會給你個號碼 打回台北 我們告訴你 我們幫你聯絡 然後我們一起來 解決問題 好不好 這是我今天來這裡 我想一想是 最主要的目的 是 主要 聽大家的意見 有什麼 我們應該要努力的方向 同時 我也跟大家保證 我們外交部的所有同仁 我們一定會 盡全力的努力 就我們現在在座同學來講 你們將來的國際的參與 國際接軌的方向 我們會好好努力 同時也拜託大家 拜託大家 在 為了外交部 十瑞奇主任秘書 主任秘書 請回座 接下來我們邀請 國立中正大學 吳智陽校長 為我們的活動 說幾句話 請給予熱烈掌聲 國小蜜 石竹蜜 丁處長 各位外交部的同仁 各位貴賓 市主任我們 我們是國際長 現在是國際長 各位市政同仁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首先我代表中正大學 感謝我們外交部 在這一個 這麼原熱的天氣 還到我們南部來 舉辦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這幾年來 其實同學們 對於到國外去 遊學或者是打工 或留學等等 都越來越多 包括我自己的研究生 也自己曾經 在校期間也到美國去打工 那我們同學們 其實到國外去打工 要注意的事情 相當的一個多 那這幾年 雖然我們有很多同學 已經出去了 但是 每一個地方 都是文化 人情文化都不同的 那外交部這一次 能夠排除各項的困難 到我們中正大學 來辦這樣的一個活動 我們非常的一個感謝 剛才特別提到我們 主任秘書提到 我們中正大學的 校友表現這麼傑出 我身為校長 非常榮靜 當然也要藉這個機會 感謝部裡面 跟這個處長這邊 對我們中正大學 要上市蠻嚴重的 不過今天我還是一直要過來 精緻的跟 這個我們 主任秘書跟處長 表示感謝 因為我們 中正大學這幾年的 語文的教育 可以說是 相當的一個不錯 我也藉這個機會跟 各位貴賓 還有兩位 報告一下 全國這個 多億的這個 成績 全大專 台灣的大專 大概五百 三四十分左右 我們中正大學的學生 其實有 三分之二的同學 通過了這個 多億的門檻 我們學校的門檻 但總平均是 698分 可以說在國內 算是相當不錯的一個成績 謝謝 那在一個比較好的語言的這個基礎之下 我們也非常鼓勵我們的同學有機會去 不管是邪愛飛揚啦 或者缺尼瑪的計劃 以及 現在正在談的這個遊學打工的這個計劃 讓我們同學們 在學期間就能夠有國際的這個經驗 但是要出去 之前一定要事先做好準備 那今天外交部到這兒來的時候 我想同學們有任何的問題 應該要把握機會 跟這個外交部 同仁多請教 以及未來在你的計劃 執行方面 甚至於到了這個海外去有需要協助的 一定 不要忘了自己人啦 非常非常的一個重要 那我身為校長 特別要藉這個機會鼓勵同學們 甚至於 要在這裡給同學一個挑戰 你從中正大學畢業的時候 第一份工作 第一個理律表 應該嘗試的像到紐西蘭澳洲 這個 甚至於是 新加坡美國 去丟一份理律看看 去做這個嘗試 那麼你有這樣的一個規劃 有這樣的一個 計劃之後 你的視野就不一樣 你在台灣 在我們自己學校 學習的計劃 也會不一樣 你的整個心胸 會更開拓 目標會更遠大 那麼呢 你就有國際的移動力 再次 我勉勵各位 再次感謝我們外交部的 這個同仁們 到中正大學來 也祝各位有一個 愉快的一個行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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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外到了一所中南部的大学举办的度假打工经验分享跟领悟的座谈会 这一次我们在这里举办 除了要对外交部同意这么南下这么长远的路下来规划 然后执行之外 同时我们也要向中正大选 特别是中正大学的校长吴校长 还有国际事务处的师国际长 同时也要感谢资讯研究中心的姚教授团队 让这个现场能够直接用live的方式 透过网络传遍到那些今天不客来参加的一些学生或青年人 所能够直接了解我们在这边的一些进行的活动 那么大家都知道 每个青年世代都有不同的时代潮流与报复理想 那么如何能够掌握时代的潮流 然后实现自己的理想 是青年人的一个期盼 踏入国际社会的一个第一步 那么我们外交部就希望能够利用这个机会 让各位在踏出这个迈向国际社会的第一步的时候 能够平平安安的出国 同时能够快快乐乐的回来 那么这个过程我们希望就是透过了一个资讯的分享 还有对话的一个方式 让大家充分的了解 出国并不是绝对的安全 可是出国有适当的准备 能够带来丰盛的成果 也能够免去这个父母的挂念 我特别要提到这一次活动 为什么非常感谢我们的吴校长呢 其实在推动的过程 我们曾经有考虑到 是不是与地方的政府来规划这个活动 后来我们考虑还是直接跟学校接触 直接跟学生青年学子面对面的沟通 我知道父母亲很关切 我的小孩现在已经20岁了 或者是刚满20岁 那他要到这么遥远的国家去 那么谁能够担保他们的安全呢 其实没有人能够担保 可是经过好的沟通 各位事前的准备 那么就能够达到一个 这个快快乐乐的出国平平安安的回家的一个目的 那么我们的吴校长特别的认为 这次的活动在大学里面举办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场所 因此我们还是考虑在学校里面进行 因此也有今天大家团聚一堂的一个结果 那么我希望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 希望大家能够真确的了解 这是得之不易的一个机会 未来不见得还会在这里举办 所以这一次的希望大家能够把各位想到的问题 全部的都能够提出来 让这个父母亲 还有让自己的一些疑惑能得到的一个答案 今天接着有很多场的一些 这个presentation 向大家把一些经验 跟大家分享 我希望今天大家来都能够 满满的带了丰硕的一些资讯回去 然后在决定你们要去前往的国家的时候 能够做好最好的准备 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丁甘城处长 处长请回座 我们谢谢三位贵宾 三位贵宾请回台下原座 ailleurs 现在我们邀请领务局唳鼎祥副组长所为我们带来的外交部宣导лśl年 國際交流政策暨領務宣導 請給予熱烈掌聲 我們長官都講完話了 大家放輕鬆 我們外交部的施主任秘書 以及我們主密帶來的外交部的團隊 包括我們這個 公眾會的莊參室 還有我們國傳室的陶專門委員 還有很多其他的長官 那麼還有我們這個外交部 銀杰蘭辦公室的丁處長丁大使 以及專務主任 以及我們銀杰蘭辦公室的團隊 那麼還有我們遠道趕來的 外交部南部辦公室的陳中陳大使 從高雄趕過來 可見我們這個盛會是多麼的重要 是多麼的受到我們外交部的重視 另外還有我們剛剛在場迎接我們的吳校長 以及我們國際事務的國際長施博士 非常謝謝你們 那麼最後 也要感謝我們這個澳洲駐台辦事處的所習副副副長 這個Patricia Smith 非常謝謝 那麼首先我景代表我們外交部告訴我們現金的報告 就是所謂的擁抱理想壯游澳牛 今天針對的是在打工度假 度假打工方面的領事業務跟領事協助 那麼因為時間非常緊湊 我就直接進入主題 麻煩下一頁 澳洲面積有769萬平方公里 大概是台灣的兩倍大 紐西蘭面積大概有26萬平方公里 面積也有台灣將近8倍大 那麼這麼大的一個非常 這個山川壯麗的國家 人文匯出地貌多樣而且景色秀麗 向來都是我們包括我們台灣在內 還有其他各國的旅客所嚮往的地方 那麼這個澳洲跟紐西蘭 向來都跟我們非常的密切 交往非常的友善 那麼下一頁 我們從在2040年的11月簽訂台澳度假打工協定之後呢 已經有到達有10萬多的這個年輕人到澳洲去打工 去度假打工 紐西蘭在2004年的6月 已經到目前已經有6000多人 我在想再把這個往前挪一下到前面那一頁 這個澳洲跟紐西蘭跟台灣非常的類似 就是怎麼說呢 因為都是島國型的國家 所以澳洲跟紐西蘭面積比我們大很多 但是我們從整個地理位置上來看 從這個整個西太平洋的島鏈 北部從美國的阿拉斯加到這個韓國日本 然後接下來台灣 菲律賓 印尼 藍半球的澳洲 紐西蘭 剛好是形成一個西太平洋的島鏈 那麼台灣剛好是在這個西太平洋島鏈的中間的位置 也就是它掌握一個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 那麼東陵 日本 西控 中國大陸 中間的台灣海峽 所以我們台灣是佔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在島鏈的中間位置 那麼因為我們是一個島國的國家 所以我們對外的國際接軌方面非常重要 那麼在我們整個國家推行民主化的過程 我們的人民素質非常的快速的提升 我可以這麼說 在亞洲地區的這些國家 台灣的民主素養是非常非常高 幾乎是這個獨佔老頭 人民的素質非常的高 那麼包括我們在座各位的 這個大學的年輕人的教育的素養非常的高 我在個人在過去曾經在澳洲認職過 我的一個好朋友是維多利亞州的國會議員 他叫做Luke Darlene 他曾經好幾次我們應我們的邀請到台灣來考察 當他看過我們的大學教育之後 回去稱讚有加 每次看到我們都說台灣的大學生好 所以這個因為我們大學 我們台灣的大學生的素質這麼高 所以包括馬總統也好 包括我們外交部的林部長還有史次長 都一直在推動我們台灣青年一定要走向國際 跟國際接軌 鼓勵大家能夠到國外去撞遊 包括今天我們講到了這個澳洲跟紐西蘭 事實上是我們鼓勵大家去撞遊 國際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那麼這兩個國家 其中我要提出來講的就是說 剛剛主任秘書有提到 我們目前有11個打工 渡假打工協定的國家 其中就是澳洲沒有給我們言而限制 你能夠來多少 歡迎多少 其他的國家大概都是在200個到1000個 日本2000個 只有澳洲 他完全歡迎我們台灣去的年輕人 所以可見我們澳洲跟我們多麼密切 我們是不是鼓勵掌 這個謝謝我們澳洲 謝謝 好 我們再來下一頁 好 我們剛剛看過了 這個澳洲特別的給我們這個 將近10萬個名額到目前 好 那麼這個 我在這邊啊 剛剛我們丁大使也提到說 希望大家這個平平安安的 快快樂樂的出門 也能夠平平安安的 這個回家 那麼 坦白講 這個我在20幾年前 事實上就已經到澳洲去留學過 去游學 去游學兩年 那麼那個說是沒有打工 沒有度假打工的協定 但是事實上是去那邊度假打工 也做過這個洗車工人之類的 那麼這樣子也在那邊游 一般游 一邊游學 一邊打工 這樣子過來 所以如果說從這個 度假打工的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大家都是我的學弟學妹 我算是這個這個 這個20幾年前就曾經去 去度假打工過了 所以站在學長關心學弟學妹的這個立場 我 除了鼓勵大家 能夠 走向國際 能夠跟國際接軌 能夠增廣 國際視野之外呢 也希望大家 在撞有澳洲 撞有澳紐的同時 能夠 希望 能夠 稍微 留心一下自己的 這個安全 那麼在這裡 要如何做到安全呢 我們先前的準備 第一個 大家考慮看看 大家檢查看看 是不是手邊有沒有 有效的中華民國護照 中華民國護照 如果是你要到澳洲去 那麼就是要有一年以上的校期 如果你是要去紐西蘭 那麼就是 要在你預定要離開紐西蘭 的那一個時刻 必須要有三個月以上的校期 所以如果說 你沒有 沒有辦過護照 或者是說手邊的護照 校期不夠 那麼請大家趕快來 這個外交部聯務局 或者是 我們的藍部辦公室 印加藍辦公室 我相信我們的陳大使 還有丁大使 以及這個兩個辦公室的團隊 都非常樂意的去來幫助大家 那麼如果說 您是住在台中的 那我們還有台中辦事處 如果是您住在花 花蓮花東的 我們還有花蓮辦事處 如果你是住在北台灣的 那非常歡迎到 領事事務局來辦 那麼我們領事事務局 自從龔局長上任以來 這個在我們的石子密的獨島之下 這個例行推動辯明措施 最近還有一項辯明措施 是從4月1號開始 就是住在新北市的朋友 有沒有住在新北市的朋友 說不定有 住在新北市的朋友 如果你是首次 首次辦理護照的話 那您就不用到領事事務局來辦 您可以在您家旁邊的 這個區公首辦 所以事實上 我們外交部啊 這個 一直在推動辯明措施 一直在做了很多 跟民眾在一起的事情 但是好像 我們都沒有敲樓打鼓 這個大家都不知道 那事實上是做了很多辯明措施 包括我們南部辦公室 包括我們贏家蘭辦公室 都積極的要跟民眾走在一起 所以如果大家 這個 有機會的話 有機會的話 也幫我們按個讚好不好 這個 我相信啊 這個 這個社會 如果說大家多做好事 多說好話 一定能夠 能夠 讓這個社會更加祥和 那麼如果說 大家 這個 我對我們的 現在的媒體跟民嘴啊 事實上是很尊敬 但是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 多說一些好話 這個 比較不會說 讓這個 社會帶來 一絲絲的不安 我很希望說 這個 這個 民嘴能夠聽到我這樣的中固 好 那麼話又轉回來 我們現在 如果你已經準備好了護照 那麼就可以申請我們澳洲的 度假打工的簽證 那麼澳洲 如果說要去澳大利亞 就到澳洲移民及公民部的網站上面去申請 如果你是要到紐西蘭 那麼 我們這邊 紐西蘭的商工辦事處 他的 也是可以網路上的申請 基本上都是可以網路上申請 我想這兩部分呢 尤其是澳洲 澳洲的 就是 度假打工 一定是大家嚮往的地方 等一下我們 Patricia 一定會做更深入的說明 我這邊就不再 不再 不再 這個贅述 那麼大家如果都準備好了 要出發了 請記得 到我們外交部 領事事務局的網站 去做動態登錄 這個動態登錄 是做什麼用的呢 當你登錄進去說 我要到 比如說我要到 莫歐本去 去度假打工 你登錄好了之後 你的資料 我們自動就會送到莫歐本辦事處去 我們會在那邊背堂 好 平常就好像我們 石子蜜講的 平常我們不會去 巴了您 但是 如果說 有狀況 有圖畫的狀況的時候 我們能夠聯絡到您 好 這個是我們的 這個出發點 好 所以請大家 盡量的去填報 盡量去填報 那 接下來下一張 還有什麼行程要做的呢 好 我們出發點是不是 要蒐集 這個足夠的資訊呢 好 那麼 這些資訊你要蒐集的 包括像是 澳洲跟紐西蘭的海關 他們有做什麼樣的檢疫 澳洲紐西蘭他們的檢疫 是非常非常的嚴格的 包括 你不能帶動植物的自 這個做 自成品 包括你 甚至你鞋子 你的鞋子 穿進去的時候 裡面是不是 會有很多泥土 那些泥土 它都是會列入檢疫的這個項目 那麼 澳洲跟紐西蘭有一個特色 他們非常誠實 也非常的守法律 所以如果大家有帶一些禁制品的話 請大家一定要申報 一定要申報 入關的時候一定要申報 如果沒有申報 那個處罰就很重囉 這個罰款可以到 從澳幣300塊到澳幣10萬多 10萬塊 大概300多萬台幣 那麼如果是這個違反刑責的話 最終還可以處10年以上的圖刑 所以這一部分請大家務必要遵守 當地國的法律 那麼你要去的地方的氣候是什麼樣呢 南半球跟北半球的氣候完全不一樣喔 你不要說我今天在這邊穿的很熱 其實現在澳洲是非常冷 所以要了解它的氣候 你才不會戴錯衣服 還有它當地的治安 當然紐澳的治安非常好 不過還是有一些地區 是比較令人擔憂的地方 你要探聽好 要打聽好 包括當地的醫療 它的醫療的設施 它的醫療的這個體制是怎麼樣 還有房租 房租 大家很關切的 我去那邊要住哪裡啊 有沒有什麼比較便宜的這個旅館 有沒有比較好 比較方便的這個 backpacker住的地方 這些資訊都要去打聽好 那怎麼打聽呢 當然要建立你的人際網路 你的人際網路 你透過過去的學長 他現在還在那邊 學姐還在那邊 可以先打個電話 或者是一個email 或者是一個line 現在非常方便 所以這些資訊 你可以上網去查 非常方便 那麼這些資訊都要找到 那麼最重要的 當然大家去那邊 澳洲那麼大 紐西蘭那麼大 去那邊當然 不可能說每次都要搭公車 或是搭他的交通工具 你必須要準備有這個車子 那麼你就必須要有駕駛技巧 他們是左右相反 左右相反 那麼你要了解當地的交通規則 那麼接下來追蹤呢 要記得要購買好完整的平安保險 這一步非常重要 請大家在購買平安保險的這個地方 打兩個圈圈 包括醫療險跟後送險 這個非常重要 那麼就如同我們石子民剛剛提示的 您當您出去的時候 記得要帶好我們住外管處的這個聯絡電話 等一下我會給大家 還有你的重要文件 包括像是駕照啊護照啊 或者是你的這個身份證 記得要影印 要另外備用 萬一如果是你的正本丟掉的話 你還有影印本 可以提供給我們辦事處 讓他參考 可以合發給你一個新的文件 好接下來下一頁 好 這個 這個就如同我剛剛所講的 就是我以前曾經到過澳洲去留學 去遊學 那麼我現在想要以站在這個 我過來人的角色 那提醒大家要注意哪些 第一個當然是交通安全 交通安全 交通安全 我們大概台灣去的 比較不適應的地方 就是他們是靠左 靠左行駛 也就是右駕 靠左行駛 剛開始我記得我剛開始去的時候 還不太能適應 每次要打方向燈啊 你知道嗎 左駕跟右駕的儀表 跟他的這個操作 完全是左右相反 每次要打方向燈 都打到乙刷 所以 所以你看到我要左右轉的時候 不是看到燈在亮 而是乙刷在那邊動 然後越緊張 又用力打 結果他就刷得越快 所以大家一定要熟悉那個駕駛的技巧 還有 在澳洲駕駛有一個特色 澳洲這麼寬闊的地方 裡面除了友善的人居住之外呢 還有很多友善的動物 因為他本來就是動物的家 裡面有很多動物是 他是夜行性動物 所以到傍晚之後他才會跳出來 還有很多羊群啊 牛群啊 羊跟牛沒有讀過書 所以他們也看不懂交通的這個標誌 所以他也不管你就是在路上亂走亂逛 車子一開過去 有時候常常動物跳出來 你一個不小心 可能就會撞到動物之類的 那麼這一些呢 都要很小心 要先去 要先去 設想好什麼樣的狀況 要如何反應 這是交通規則非常 交通安全方面非常重要的一個認知 那麼另外就是 您開了車要時常檢查 我們一般打工路駕的同學啊 去那邊大概都不會買多好的車 Second Hand的 很好 一千多塊兩千多塊奧幣 我買一台我可以上路 我可以馬上就可以 這個撞遊了 但是大家要小心 因為這些車況可能都不太安全 大家一定要注意他 有一個實際的例子 有一個實際的例子 我們有一位 撞遊澳洲的一位同學 他平常開的車子 我們知道會開車的人都知道 方向盤它的鬆跟重 有一些車子開起來很重 所以你就會用力去打 有一些車子的方向盤很輕 稍微打一下 它的這個幅度就很大 我們這位同學呢 他從博師 已經完成了度假打工 剩下一個月他想要來到處旅遊 結果到了阿德雷德去租了一部車 結果那一部車是非常輕的一個方向盤 結果他開在路上的時候 對面突然跳出一隻袋鼠 他就用力的往右修正 結果因為方向盤太輕 他一修就修到對面的車道去了 他發現不對啦 打到人家的這個車道去了 他又趕快用力的修正回來 結果因為修正太過 所以整個車子就緩轉 緩轉 不過還好人沒有受傷車子壞掉 是不幸中的大幸 好那麼接下來呢 這個職場安全是攸關 攸關大家在度假打工的時候 安全的保障 各位一定要注意 是不是有契約 有沒有契約 雇主有沒有提供你公安保險 他有沒有幫你繳納稅金 還有另外就是說 你在這個工作的時候呢 是不是隨時要保持機民 因為在那邊很多工作是要有license 沒有license你就不要去碰 那麼接下來呢 當你在這個整個過程之中 萬一護照醫師 那麼也不要緊張 就好像我們剛剛主任秘書提示的 有什麼事情打電話給我們辦事處 護照醫師記得要去報警 要拿這個警察的報告 然後到我們辦事處來 到代表處來 就可以申請這個護照的補發 那麼申請到護照補發之後 你要記得有一件事情 因為你當時申請度假打工的簽證 簽證裡面所留的護照號碼 跟你現在新的護照號碼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如果沒有去跟澳洲政府報告的話 你以後要出境可能會有一點點小麻煩 所以記得要去跟澳洲政府申報 說你的護照醫師了 我換了護照 新的號碼是什麼 請他登錄 所以這樣子就能夠完整了 如果你不會沒關係 請你就近的請我們辦事處的同仁協助你 好 下一頁 好 記得要遵守法律 我們澳洲跟紐西蘭是非常遵守法律的國家 這沒話講 不要心存僥倖 不要心存僥倖 那麼重要的 千萬不要去碰觸毒品 在澳洲紐西蘭 毒品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這個刑法非常嚴重的 所以在這裡要提醒大家 這個有一些有時候不小心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去碰到 好 那麼假如說 假如說真的不小心 這個遇上了麻煩 遇上了麻煩 那麼在這裡我要向大家報告的就是說 請大家不要忘了 我們駐外代表處駐外領事館 有一個叫做領事協助的項目 就是領事協助的權利 這是根據我們 維也納國際領事公約的這個權利而來的 那麼什麼叫做這個領事協助呢 第一個 就是當事人必須要主動要求 我要通知我本國的領事 那麼這個當地國的這個執法人員 他才會幫你通知 因為這是一個主動通知的一個規定 所以如果你沒有主動要求 他們是不會通知的 記得這個要主動要求才會通知 那麼領事協助的項目有哪些呢 第一個就是領事探視 我可以要求我的領事來探視我 那麼除此之外呢 我可以要求我的領事來通知我的家 我的家人 讓我的家人知道我在這邊的狀況 那麼另外呢 又可以領事探視權呢 又可以協助這個 協助出席法庭的旁聽 或者是協助尋找律師 還有協助尋找法律 當然這些只是在於這個行政上的協助 如果所衍生出來的這個費用 這個當然是要我們當事人致富 這裡我必須要跟大家說明白 那麼在整個撞油澳紐的過程中 也希望大家能夠隨時保持跟家人的聯繫 現在跟家人聯繫非常簡單 非常的高科技的這種聯繫方式 包括你可以用Email 可以用打電話可以用Line 這個非常方便請大家要跟這個家人保持聯繫 我們在那邊也常常遇到一些Case就是說 我們同學們一撞油出去就非常的興奮 就很久沒有跟爸爸媽媽聯絡 就爸爸媽媽透過我們要來尋找他的寶貝兒女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記得要跟爸爸媽媽保持聯絡 好 接下來 好 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在澳洲或者在紐西蘭 如果遇到緊急重大的事故 隨時都可以跟我們辦事處代表處聯絡 那麼如果說您的這個去撞油的地方 是在坎培拉或者是在西澳 那請你跟我們澳大利亞代表處聯絡 如果是在新蘭威爾斯 那可以跟我們的雪梨辦事處聯絡 如果你是在維多利亞或塔斯馬尼亞跟南澳洲 可以跟我們的這個末尾本辦事處聯絡 好 下一頁 好 接下來 好 如果是在坤士蘭州北領地 可以跟我們布里斯本的辦事處聯絡 那麼如果是在紐西蘭北島 可以跟我們澳克蘭辦事處 南島可以跟我們紐西蘭代表處來進行聯絡 這麼多的電話大家已經記不起來 一定記不起來 那麼我建議大家可以記兩個 一個就是坎培拉代表處 一個就是紐西蘭代表處 我們的外館的同仁都非常的 非常聯繫和南緊密 我相信他們可以願意幫大家 refer到這個應該refer的辦事處 如果大家都還記不起來 我們外交部也幫大家準備了一本小冊子 就是這一本小冊子 叫做中華民國之外管處 緊急聯絡電話及通訊錄 請大家帶在身上 帶在身上 那麼最後 最後 再下一張 好 我想 我想 我相信在這個 我們這個 我們的各位在座的同學 以這麼高的素質 能夠到澳洲紐西蘭去撞遊 能夠實現大家 擁抱理想的這個崇高的這種目標 那麼也希望大家能夠 在外面也能夠平平安安 能夠快快樂樂的出門 平平安安的回家 那麼這個 帶回我們這個 國際高度的國際視野 能夠回來 那儘快的回來加入我們的行列 我相信 我們的國家社會需要大家 也希望大家能夠 儘快的回來 這個加入我們這個 貢獻國家的這個行列裡頭 然後這樣子 能夠讓我們的台灣 能夠走得更寬更廣更遠 好在這邊謝謝大家 我們謝謝 林鼎翔副組長 請回台下原作 那接下來 是澳洲駐台辦事處 經濟暨政策處 首席副處長 史翠希女士 所為我們帶來的 駐華機構資訊分享 請給予熱烈掌聲 早安 我是澳洲駐台辦事處的史翠希 謝謝大家原諒我非常不好的中文 我知道我的中文還有進步的空間 所以 今天我非常感謝外交部讓我這個機會和大家聊聊 我必須說 雖然我今天主要是談打工獨家計畫 但是有關簽證的部分 是由澳洲的移民局做辦理 而離台灣最近的簽證人員 則是在香港 所以我今天 我今天將盡力代表他們和大家介紹 澳洲 澳洲對於空當年或者打工獨家有非常長的歷史 澳洲的年輕人或許你們知道通常會 及自己一段空窗期在澳洲或出國旅遊或打工 做一些和平常完全不同的事 事實上我自己曾經在一牛羊農場打工 而賺到的錢則支付我的生活費 並且提供我在西班牙一學期的學費 在完全不一樣的工作環境下 認識許多和我不一樣的人也是很寶貴的經驗 並且幫助我成長極獨立 身為一個外交人員 我有時必須在國外代表澳洲的農民 所以過去這些與農民和工作經驗變得非常有用 好 打工獨家 這個計畫是邀請國外年輕人 深入我們空當年的傳統 旅遊玩樂或是短期上課 當然交流文化 並寄著打工來負擔費用 打工獨家計畫由1975年開始 包含18歲到30歲特定國家的年輕人 包括台灣 好 好 還好 還好 我覺得應該 謝謝 我知道我有一點偏頗 但是我認為澳洲是在地球上一個很美的國家 如果你決定去澳洲 我會鼓勵你去探索城市外自然的環境 去登山在沙漠中露營 在大堡礁浮潛 相關原住民的石棟壁畫 或在美麗的海岸游泳 當然城市也很棒 不論是摩爾本的美術館及時尚物 雪裡的咖啡店及海灘 看培拉的博物館 當然也有布利斯本阿德雷德及博斯的喧囂 每人都可在澳洲獲得不同的體驗 去年有超過三萬五千名台灣的年輕人獲得打工獨家簽證 這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你們或許知道澳洲是唯一的國家沒有限制台灣打工獨家的人數 當然那是原因之一 但是我同時相信台灣與澳洲的人民 有非常類似的價值觀 我們都認同辛苦工作 但輕鬆正面的態度 我們也很高興有許多來自台灣的新朋友 台灣占澳洲打工獨家簽證數字的第二名 事實上台灣也同時是申請第二年年前的第一名 我覺得這代表許多的台灣人非常享受他們在澳洲的時光 那這樣也說明我剛提到的取緒 所以越來越多台灣的打工獨家者 現在是第二名 好 這是有關澳洲的一些資訊 你在澳洲會遇到什麼呢 澳洲和台灣有許多相似之處 同樣是島國人口數相近 具有原住民的歷史 但是我們在某些方面是不同的 澳洲人口分散 我們沒有台灣發達的公共建設 例如捷運到處有WiFi和無所不能的便利商店 但是澳洲的空間體驗是很特別的 那種漫步在無人可見的沙灘上的經驗是無法比擬的 我知道你們的想法 他是澳洲人 所以他的說法一定是有偏見的 你是正確的 但是我並非唯一認為澳洲是一個很棒的地方的人 專家們一直的票選澳洲是全世界最適合居住的地方 澳洲有五個城市 在經濟學院信息社的2013年的全球最適宜居住城市調查中排名前20名 馬爾本更是連續三年榮登全球最適宜居住的城市 哇這個很難說 好 澳洲當然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家 我們有很多移民 中國目前是澳洲第一代移民的來源 英國其次 許多澳洲人是在國外出生 其實包括我自己 以地質學上來說 澳洲是全球最古老 最地形最低頻的大陸 所以現在大家對澳洲有一些了解了 我將要談打工獨家簽證 現請打工獨家簽證必須年滿18至30歲 現請人要具備有效台灣護照 並通過健康及相關規定 不需要英文能力責任 但是你會發現具備一定程度的英文能力 將使你在澳洲的生活更容易 如果你的英文程度還不夠好 可以考慮一到澳洲就參加英文課程 這是申請簽證的網址 在imi.gov.au 這個網站都是英文的 所以如果需要 可以請一個朋友幫忙翻譯 簽證申請案件 由澳洲在香港的辦事處處處理 他們的網站也有中文介紹打工獨家計畫 如果有疑問 請直接與他們電話聯繫 好 打工獨家簽證 可以讓你在澳洲停留十二個月了 如果你在澳洲 偏遠地區花了四個月的時間 你可以申請第二年的簽證 你可以為每個雇主工作打六個月 進行短期課程打四個月 當然也可以盡情地旅行 好 具備打工獨家簽證的人 在澳洲工作環境 受到與澳洲人同等的保障 澳洲的公平工作法 規定不同的工作環境下 有不同的薪資條件 例如澳洲目前最低 十星為澳幣15.96元 或周星澳幣600多元 那這個可能聽起來 比台灣的最低薪資高一點 可是要記得澳洲的生活費也高得多 比如說一個便當在台北可以買 可以用大概八十塊買得到 一個簡單的午餐 在澳洲可能需要花250或者300塊 所以是要考慮 如果在澳洲工作環境有問題 或是沒有拿到合法的薪資 你可以聯繫公平工作申訴 專員公署 哇這個很難說 它是政府機構負責調查相關 申訴案件 請上網 www.fairwork.gov.au 就是公平工作.gov.au 或聯繫公平工作申訴專員 公署專線131394 免費翻譯服務請下 131450 好 最後澳洲青年也可以來台灣打工獨家 目前並沒有很多澳洲青年知道這個很棒的機會 所以如果你去澳洲的話 我希望你能告訴你的新澳洲朋友 也來台灣打工獨家 好 這是我今天的介紹 謝謝各位耐心的聆聽 祝福各位學業旅遊和打工一切順利 謝謝 謝謝 我們謝謝史翠希女士所為我們帶來的簡報 現在則是我們的度假打工經驗分享時間 我們邀請謝孟寧小姐分享一下她在博斯度假打工的經驗 請給予她熱烈的掌聲 各位大家好 先請問一下大家好 就是這個打工旅行啊 除了就是打工跟旅行之外呢 你還可以做什麼 有沒有人要回答的 沒有是不是 我本來要準備小禮物要給大家 好啦我真的有準備喔 有沒有人要回答的 好那我要公布 沒有啦我說一下我的答案好不好 就是 這些就是我的答案 有這麼多種可能性這樣子 那這些也是就是 也是很 也是真的有人這樣做這樣 不是我隨便講的 好 那我看下一張 那你可以想一下 如果說你準備要去澳洲打工的話 你可以想一下 你想要的型態是什麼 你可以想一下 譬如說你想要在哪裡工作啊 然後你想要的工作型態是什麼 好那你想參 你想去玩的地方是什麼 好 然後你的生活型態是什麼 那各位可以想一下 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這一年呢 或者是兩年這gap year啊 你可不可以結合你自己的興趣跟你的專長 而不是就是只有說 我就是 就是打工然後把賺來錢 然後拿去 拿去旅遊這樣子 可以稍微試著想一下 這樣子 那我的 就是我的打工度假部分呢 就是 就是小孩跟老人跟動物這樣子 那我剛剛那邊沒有列到的就是說呢 其實我在澳洲有在做部分 部分的時間是在做志工的部分 這樣 對 那這個就是我 從事志工的這些活動這樣子 就是有些小朋友的一些就是教學 還有一個小朋友的協助這樣子 那這個是我的工作證 跟他的學校的感謝狀 那稍微提一下 就是這個工作證的話 是需要申請是需要一段時間這樣子 大概差不多一兩個月時間 那你到了另外一周 然後又再申請另外一張這樣子 這是另外就是需要的 就是工作證這樣 那這個是小朋友就是他們的 教學跟遊戲這樣 那還有 我也是有在老人院從事志工 那 另外這部分的話 就是他們 就是體驗當地的文化啦這樣子 就是他們最主要的三節這樣 就是聖誕節跟復活節這樣 那這個是我的 語言學校老師跟 還有就是我的 就是外國友人這樣 那 他是 他自己提出要幫我慶生這樣 他開一個慶生Party這樣 那我想說好嗎 那就邀他們去那個 中餐 就是牛肉 就是台 牛肉麵館啦 就是 對 然後 想要想要讓他們嘗試一下吃牛肉 就是那個牛肉麵的味道這樣子 所以你看到旁邊那個 外國人正在吃的就是在嘗試那個味道 然後後來我故意有點一個就是豬肚麵這樣子 牛肚 牛肚吧 牛肚麵這樣 然後 就想要讓他吃一下 嘗一下牛肚的美味這樣子啊 那後來我那個外國友人他吃下去他就 後來他知道牛肚 他就是覺得 是很美味 但是他就是沒辦法接受那是牛肚就對了 對 這有點像就是我們 在那個東南亞的時候看到他們在吃那個昆蟲那種之類的這樣 然後他們覺得很美味 就覺得很恐怖這樣 嘿 那 大家最關心的就是找工作就是這件事情嘛 那如果說你到澳洲的話都完全都沒有人接應 就是完全都沒有你的朋友幫你介紹什麼之類的話 那就是 具備這基本上如果這三個都具備的話 其實應該是可以找到工作的啦 嘿 那因為剛剛就是我們校長有提到嘛 就是說各位其實應該就是多一的成績實在還不錯吧 600多分 其實夠了啦應該是夠 那 可是 當然還有包括太多的部分啊 因為也是有一位就是同學提到說他多一900多分啊 然後他也在美國打公共 打公國這樣 那但是 但是他就沒找到工作 他去餐廳然後應徵一個waiter 但是他沒有就是 對方沒有錄取他 反而錄取了一個就是英文比他更差的一個 一個外國人這樣 然後他就覺得說那個老闆有工作歧視這樣子 但是其實 因為其實你找工作不一定就是只有說你英文好或什麼 你有工作經驗 但是你還有其他因素在裡面啊 譬如說像你的態度的部分啊 你的態度是不是就是 是不是謙虛或是有禮貌之類的 對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說 就是時機也是蠻重要的啦 對 就是有 就是還是 工作機會還是要等一下這樣子 不會說就是你到那邊然後馬上就可以找得到這樣 那如果說就是各位就是真的說 就是已經待了一兩個月還是沒有找到工作的話 那就是說你們在 就是說你們在 回去之前 其實你可以試試看這個時速交換的部分 就是說你付出一點勞力然後你可以 就是他會提供你就是食物跟住宿的部分這樣 那就是他基本開銷可能就是一個交通費跟一個電話的費用這樣子 那 他這邊有一些 因為他這邊食物交換通常都是農場跟牧場的部分 那 有一些其實真的蠻偏遠的 就是 沒有訊號就手機是沒有訊號的這樣子 但是有一個好處就是他們有網路 但是還是要問一下就是說 就是他的網路可不可以讓你用這樣子 那這個是就是我食物交換的經驗啦 就是我到了一個 到了一個就是 這應該算是一個薰藝草的一個農場這樣 然後他有開的一個咖啡店這樣子 那這是我做的一些工作這樣 那那個就是 他咖啡店的擺設就是我做好那個蠟燭嘛有沒有 那個蠟燭然後封好之後然後就是會在那邊賣這樣子 但是我去的時候他那個咖啡店剛好就是卸業這樣子 就是沒有開啦 對 不然其實那個view真的蠻棒的 他其實可以就是辦那個 婚禮就是在那戶外婚禮是在那邊辦這樣子 好然後這是就是一些手工的部分 那如果說啊就是男生的話可以做一些就是 譬如說像是搭房子那種之類的 就這樣類似的工作 那這個的話就是 你們去看牙醫居然可以那麼歡樂 沒有啊我又屌牙是說 就是說其實他就是他對我其實 主人其實對我蠻好的 就是會帶我就是到鎮上去看牙醫這樣 因為是蠻緊急的這樣 對 那我想在座的話應該都是就是 在學生比較居多嘛 那想要跟大家談一下就是說其實 就是如果你是應屆畢業的話 如果你去打工度假的話你的優勢是什麼 就是當然就是年輕嘛然後就是體力佳這樣子 然後有衝勁啊這樣 那你當然也會有就是所謂的弱勢的部分啊 就可能說你 這邊我沒有提到就是說 有可能就是你的存款是蠻不足的這樣子 就是因為你剛畢業嘛其實就是 還沒有什麼積蓄這樣 對所以你能夠帶到澳洲的錢其實是不太多這樣子 那另外的話就是 可能就是社交的部分啊 就是人際關係是不是圓融我們這樣 那這些的話其實不是我講的 因為就是有那個就是農商主任其實跟我提到 就是說因為他有其他待在那邊的年輕人 就是會有的狀況這樣子 那當然畢業生也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因為有些人他工作一段時間之後 工作其實蠻穩定的 如果你在家就是把工作辭掉什麼 然後再去打工的話其實好像又有點掙扎這樣 我覺得畢業生就不會有這樣的掙扎這樣 對 那 其實還有一個最重要的要點就是說 你可以就是先就是先去了之後 然後再來確定你的目標 其實我覺得你也是不錯的 對那對我來說就是打工度假算是什麼 我覺得就是有點 上了兩年的大概社會大學這樣 在澳洲上了兩年的社會大學 那第一年比較比較是在就是適應方面 那第二年的話就是 就是 英語的生活是比較多的這樣子 對那剛剛其實 其實你去語言學校 語言學校學到的英文其實還是有就是 還是 還是有限啦 當然你直接 你直接在那邊 進行這樣的英文生活的話 就是你的語言其實會提升蠻多的這樣子 對 那另外一部分也就是說其實也是 就是當然也是有什麼喜怒愛樂 也不是說都是快樂的事情 也當然也是有一些 也是有一些情緒在裡面啊 然後也是從一開始就是很節省很節省情況 然後到你可以習慣說澳洲的價錢 澳洲的價位是多少這樣子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說 其實我一下子善良跟認真會帶來禮物這樣子 我想講的就是說 因為其實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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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 我在食物交換的時候啊 其實 我可以感受到 就是 其實 就是農場主人其實對我的好這樣子 就是有些事 我完全都沒有預料到的這樣子 對 那我想也許可能他覺得說就是 就是 因為我在那邊待了大概將近 快三個月左右 兩個月 那 他們 他們可能覺得我工作 算是認真吧 什麼之類的 然後他就是一直都 一直都有很多回饋給我這樣 然後我等一下會提到 那另外我又去了就是這個 就是奧貝爾他們那邊的牧場 就是奧貝爾大家是比較 澳洲比較內陸一點的地方 對 那那邊的 那邊的搜尋就更差 那邊真的就是 好像是 他們那邊最好的 最佳的那個搜尋就完全是 沒搜尋就對了 對 好 但是他們有室內電話啦 是有的 好 然後也是有網路這樣 那那邊的話呢 就是他那邊是有礦 就是他們以前有 有開礦的痕跡 好像金礦 現在沒有了 在那個 嗯 在吸咬 比較 在靠近吸咬的部分 這樣 然後 最棒的就是他可以看到那個 南詩之心非常清楚 對 就是 那那個主人還叫我說 欸那有什麼辨詩 南詩之心這樣子 對 好 那這個就是 那邊奧貝爾風景是這樣的 那他們 他們露營的場地是在 是在這個那種岩石區這樣 跟我們 跟我們傳統印象不太一樣這樣 然後 那個 BBQ是用那種鐵鍋在烤的這樣子 那 那個 湖啊 湖 這個湖是他們自家的喔 你現在看到這個範圍都他們自家的 的農場這樣子 非常大 那這個湖是他們養魚的這樣 用來養魚這樣 然後 那他們大到就是 需要用那個小飛機來巡視他們家墨場這樣子 這樣子 那 這個的話 一開始 這就是我剛剛提到的這個回饋啊 就是 一開始 一開始 其實 那個西主人他並沒有主動就說 就是說 可以讓我上小飛機這樣子 但是到後來 他就特別安排 就是他的先生 然後就開著小飛機 要帶我 就是 帶我上去這樣子 要環繞幾個 幾個牧場一圈這樣子 然後這個 然後另外這個湖也是他們家的 那他們會在裡面 重新一些水上活動這樣子 就譬如這個 就是我 像譬如說這個 這個 這個 就是這個 Waloski這樣 然後 他 然後那個 呃 還有這個 就是他那個 呃 這要怎麼說 他那個主人他就故意自己轉彎這樣 然後讓你就 你就摔得那樣 嘻巴亂那樣 對 那這個是我在那個牧場工作 好 那 那我要提到這個就是說 其實我去的時候 他們的牧場已經沒有羊了 因為它賣掉了 然後 他就是主人為了要讓 因為他們 他們剃羊毛就是一年一次嘛 那那個主人他為了要讓我看 就是要體驗這個剃羊毛的經驗呢 他特別 就是開車然後載我去那個 載我去他的那個朋友的牧場 然後剛好他們那時候有剪羊毛秀 然後他就是 就是讓我特別去看這樣子 對 然後這個就是 他們 奧貝最常見的就是這個 風車跟這個雨水槽這樣 對 然後還有就是他們那邊的公立學校 裡面看有些那個 就是 原住民啊 就是我們剛剛那個時小姐有提到那個 原住民的話那個 學校裡面就是有一些原住民 那另外就是說啊 如果說你想要做一些文化交流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準備一些東西 就是比較具有台灣 比較具有台灣味的東西啊 譬如說我們這個就是進行這個 飲食交流嘛 那這個法國妹妹他就是 他也會自己做一些那種什麼 馬鈴薯啊那些的這樣子 那我準備就是 我準備一個乳包 對 你旁邊那個乳蛋就知道 那就是我特別帶去了這樣子 當然那邊買的那邊那個 亞洲超市買的到啦 但是就是稍微就是 價錢就稍微貴了一點這樣 其實那個不會很貴啊 就自己帶這樣也可以這樣 但是前提是因為他們那邊 剛好有醬油這個東西 對 好然後就是這一鍋就出來了這樣 好那我要提到就是說啊 就是 這個部分可能就是 大家就是媒體可能比較少講 就是說 現在好我覺得好像去澳洲打工度假 好像是一種 變成一種流行這樣子 那以後的問候語就說 欸你去澳洲打工度假了沒這樣子 這樣好像也蠻奇怪的 好 那其實我真的不太希望就是說 他只是為了敢流行而去這樣子 就是希望你們真的有一些想法之後再去 要不然就會變成說 你去澳洲消遣了沒這樣子 這樣好像也不好 那另外就是說其實 因為都市找工作也不是很容易啊 如果你只去年老你就想要賺一桶金 其實我覺得那機率不是很大 那另外就是說 那如果說你真的賺到那麼多錢的話 你可能就是 就是 健康上面會有這種 不是說每個人啊 就有些人 因為我像這講的例子都是有人 真的就是實力這樣子 那就是因為我一個鄰居他也是啊 他就是他打工度假他問我嘛 我說你保險了沒 他說有啊有啊 結果後來他真的 因為我當然也不希望他發生什麼事情啊 只是說就是 就是 就是 預備嘛 那後來我真的也沒想到他真的會用 然後後來去拔牙你知道嗎 他去拔智齒 就照理說應該是沒什麼事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他拔智齒之後 然後他就 就 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就 可能是感染什麼就住院了 那你也知道啊 因為其實 住 因為澳洲醫藥費真的是蠻高的 所以說其實就是這方面可能 就是大家可能要稍微留心一下這樣子 那我現在要講的是就是說 這個就是 重大意外就是有些車禍或什麼之類的意外 對 然後 大家可能講說拜託是機率那麼低 跟他跟我沒什麼關係啊 那我也是我想講的就是這張照片啊 就是 除了我之外其他三個人就是在那個 銷那個車禍的主角 好 好 那 那當然就是還是 當然還有 還是有一些疾病啊 就是 因為上次好像也是有西奧有一個女生 也是因為疾病 然後他就是 就是往生那樣子 那就也很感謝就是我們那個就是外交部啊 就是也是 特別從那坎培拉然後派員 派員到銷 因為 所以 西奧是從坎培拉那邊就是管轄的嘛 所以他特別從那坎培拉派員過來 飛過來就處理這件事情 就跟慈基他們處理這件事情 這樣子 也蠻感謝外交部 所以其實 打剛剛那些電話真的是有用的這樣子 好那就是這個是外交部他的就是 他做一些網站 好那剛剛就是那個剛剛手冊有拿到嘛 就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還有就是說 如果說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話可以看一下這個 背包客展 不過他的就是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不過他就是 資訊會比較稍微雜 就是比較雜亂一點這樣子 但是他是免費的 好那還有就是說這個就是 主要代表處的網頁 這個其實做的也不錯 因為他會有些實力 就譬如說剛剛我們就是 林文學長官有說請大家不要販賭嘛 但他那邊的 他裡面寫的實力就是說 其實 就是有 就是真的有背包客 但他不是 他是 等於算是被陷害吧 然後就是帶到毒品什麼之類的 他裡面就有寫一些實力這樣子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說 如果他要避免這些 就是這些情況發生這樣子 那另外就是說如果說啊 剛剛那個史小姐有提到那個 申請簽證的那個網站嘛 英文的對不對 其實我們這個 部落客那個RJ啊 他很好 他已經幫你翻譯 都已經整個 step by step 這樣就幫你那個 整個 就是 而且他是最新版的喔 就是因為我們移民局 他有那個 最近有改版嘛 好像是 不知道去年吧 有改版 然後就把整個那個步驟已經 非常的 非常的清楚這樣 然後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這樣子 那另外就是這本 打工聖經 不是幫他打 做的廣告 如果你真的沒時間 收集這些資訊 的話你稍微翻一下這樣 對 就裡面的資訊還蠻多的這樣 就差不多你看完之後 大家可以知道 是怎麼樣的情況這樣 好那另外就是我要分享的就是說 就是吃喝完的部分這樣子 就是 背包客他不一定 不一定要就是 過得很結局嘛 因為我有吃一下大餐啊這樣子 對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 就是米其林的這個餐廳這樣子 然後還有他的主廚這樣 那還有就是 就是我去旅行的部分這樣 參加旅行團這樣 然後這個也是 這個特別提一下就是說 這個 這個 我發現澳洲牛仔真的很厲害 他 他只是那個回力鏢 他是這樣甩出去 然後可以這樣旋轉回來 然後再接到的那種 就是非常的佩服這樣子 對 非常準喔 而且他 每次沒有失手過 這樣是最佩服的地方 那邊可以去體驗一下 那個回力鏢到底要怎麼弄這樣子 然後還有那個皮鞭啊 怎麼樣可以甩的很有聲這樣子 這也是有一種特別的技能 好然後這個就是他們一年一度的那個 這個 花車遊行 在這個土雲吧的部分 那個 在那個Brisbane的那個土雲吧的部分 然後還有那個 這個 這個農場秀也是 也是在Brisbane的那個一年一度這樣 但是不過他這個買票喔 花車遊行不用是免費 但是 在這個農場是用買票 那另外就是 就是 他們就是 就是都一年一度的這樣子 很有趣的 結慶了 那最後我要 要感謝就是外交部 跟這個澳洲移民局這樣 然後還有就是 一些幫助國委員這樣子 那就是謝謝你們的聆聽 然後祝福 如果你們要去的話 祝福你們一切順利 謝謝 謝謝 接下來 我們邀請 林瑞澄小姐 分享一下 她在墨爾本 及阿德雷德度假打工的經驗 請給予她 熱烈的掌聲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今天來參加 也謝謝外交部的那個 部長課長還有我們的 史萊姬夏姬 都好意思 讓你們這樣子 我們來參加 真的是很感動 然後也很謝謝外交部 當初在 我在澳洲也收到 外交部很多的幫忙 所以再次感謝 然後呢 我們現在來講 我叫瑞瑞 我本名叫林瑞澄 那大家都叫我叫瑞瑞 那我在澳洲回來到現在 已經差不多快半年了 然後我們一直 我一直在台灣持續 幫助飛貓課 讓大家了解更多的資訊 那因為這些時間比較急 所以我們大概講的大部分 都是安全部分 好 我很想問大家 大家為什麼想要到澳洲去 有些人說 啊我 因為大家去我要去 有些人說 我想去賺錢 這也是 有些人說 我想去看世界 有些人說 我想要去學英文 我覺得這麼多 這麼多的選擇 我希望大家去之前 可以先替自己決定 我要做什麼 把這個東西 focus住之後 當你們在去澳洲的時候 你們就不會被 那麼多的選擇 跟那麼多的問題 去迷失自己 因為 我一直跟所有背包客 講一句話 澳洲 會教你非常多的事情 因為它讓我在成長過程中 澳洲交流很多 台灣學不到的事情 台灣有很多家長會告訴你 你怎麼做 台灣會有很多的社會教育告訴你 你該怎麼做 可是 到了澳洲 不管你的學歷多高 不管你是做低層 你就是到澳洲去重新學習 學習 學習你的英文 學習你的待人處事 學習你對未來 所有所有的決策跟決定 所以我覺得到澳洲去 它是我成長一個非常非常大的關鍵 好那我們還是現在 我是在澳洲肉場裡面工作的小朋友 是大家在講說 輕大屠夫 是沒有啦 我沒有到那麼嚴重 因為我們在很多很多地方工作的地方 不管是農場 不管是肉場 它都有一些風險性跟危險性 所以我們在講這個 這個是我當初在肉場工作的地方 所以你會看到 它很高 它很危險 好 來講 很多地方我們在工作的時候 都會有很多的SOP 或者是很多安全的注意上 所以我們在農場可能會有手套 會有 我們所謂特別鮮豔的衣服 甚至是我們在肉場會有很多的器具 這些東西事實上可以保護你 而且 事實上台灣人 我們到了澳洲去的時候 我們會習慣 輕鬆 活潑就好 可是我在澳洲 學到了一件事情 他們在我們工作上的領域上 告訴我 你要安全 這件事是非常在 我在台灣沒有去想過這件事 不就是做做辦公室 不就是開開車 沒有什麼啊 不就是打打電腦 有什麼危險性 可是當我們在這樣的環境工作的時候 澳洲常了我很多 他告訴我 工作上一律平等 我不會因為你的學歷高 或學歷低 有什麼不一樣 可是他告訴我 安全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們在澳洲的時候 你會看到 我們會有很多防護衣 在台灣誰寸得到這種東西啊 可是在工作上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他保護了我的安全 台灣人可能就是說 那個很重要 他不必要 他很重要 很多人在肉場工作的時候 很多切傷啊 受傷 都必須有他的保護 或者是我們今天在古物廠 或者是我們在農場 今天他的農場主容 或是他的 我們說的supervisor 跟你講 你安全帽一定要戴 可是你知道 40度的高溫上 安全帽戴著 好熱喔 所以我就會偷偷拿下來 可是因為這個偷偷的拿下來 這樣一個小小的動作 可能會讓我受到非常嚴重的傷害 就只是因為我的不經意不在意 跟我的不小心 所以我覺得打工度假第一件事情 請注意 不管你今天學了什麼 不管你今天做了什麼 請先保護好你自己的安全 好 所以我們今天的focus在 這個是我們在澳洲肉場 常常發生的事情 就是 因為我們不懂 我們不了解 我們叫做 為了生活 硬做 所以在我們不了解的狀況上 我們會傷害到自己 可是自己不了解 因為我們誰會在肉場裡面 做過這些事情 不會嘛 所以我們常常 讓自己受了傷 我常常跟背包客講 去那邊打工度假 學了很多東西 可是不要帶了傷回台灣 他這些都是我們在背包客 很多很多常發生的事情 所以事實上 很多事啦 只是說 我不敢把太嚴重的拿出來 這是我們最常發生的 然後我們先看下一頁 公司有意外好了 被人砍到跟自己切到 我們剛剛看的防護衣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有時候會覺得說 那種東西它很重 它不舒服 就不穿 可是在這樣的過程上 它會切到 再加上說 有可能是在 環境上 因為它潮濕 在工作上的態度 可能就是你會跌倒 你會受傷 然後被砸到 像我們剛剛看的那種高 我們在工作肉場上 是有很多鉤子的 那鉤子有時候就打到頭 找你沒有帶安全帽 哇這下不好玩了 然後我應該找誰求救這些東西 我講一些故事好了 就是我自己在那個 我們之前很有名的 莫瑞橋 莫瑞橋肉場 莫瑞bridge的肉場 我有個同學 不是 我有個朋友 然後他很開心的 跟人家講 不知道是語言上的問題 還怎麼回事 就一不小心 就這麼切到了 然後這個切到不好意思 還不是一般的小小的 他切到了脖子 所以他就很恐怖的 搭了直升機 到了澳洲 到了澳洲City去做急診的動作 可是我們不是說什麼 是因為我們希望背包客 在工作上的態度 剛剛我們剛剛前面那位小姐 或者是廚長他們講 工作態度它很重要 你在工作 所以麻煩請小心 因為你在工作 所以不要稀稀 他剛剛發生的那個問題 就是因為他在稀稀的過程上 上去有危險的事情發生 像我們前陣子 很出名的一個新聞 就是掉到鍋爐去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先撇開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大家都不希望發生 看到這樣的新聞 或發生在自己周遭的朋友身上 所以我們只能再次提醒 不管你在哪裡 希望你保護好你自己的安全 如果你做不到 這個打工度假這件事情 你可能先不要 先好好去思考 你到底要幹嘛 如果你真的很單純 只是我要到City 我要去漁文學校 學習我的英文 那OK啊 為什麼不行 學英文嘛沒有不好 可是當你在工作這部分的時候 它叫工作 請先確保你好你自己的安全 然後交通意外上 我們常常剛剛講那個 剛剛我們的那個 林副主長還有講 我們在那裡的 會是因為他有很多很多 很寬闊的路線 像例如說 像我開車好了 我想說我從這個 這個點 這個鎮 移到下一個鎮 台灣從台北開到台中兩個小時 喔好遠喔 可是我一開 開八個小時耶 我開八個小時耶 然後開了這八個小時 就覺得我好遠好遠好遠 因為我像剛剛 那個時候講 我開那個方向燈 回台灣我都在開雨刷 我大概過了 差不多三四個月 我才習慣左右邊這件事情 而且事實上 澳洲它是一個 非常宜人的天堂 還有很多可愛的野生動物 怎麼說呢 像我們來講說 撞袋鼠這件事情 為什麼我們會去撞袋鼠 我們當然不想撞它 可是它有取光線 它就很愛來撞你 我那時候 我朋友開了一台車 開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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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看旁邊有袋鼠 嗯有袋鼠 繼續開 嗯 它越來越近了耶 然後呢 砰一聲就撞上去 袋鼠它不想撞你 你也不想撞袋鼠 可是這麼一撞 不好意思 袋鼠飛了 你的車也翻了 我們會常常跟那個北茂克講 開車請小心 因為你會常常會發現不住 就是你會發現很多意外的事情 像有時候我們會開車開到一半 旁邊會寫個東西 請注意五尾熊 注意五尾熊 怎麼可能 開過去 欸 五尾熊耶 它就在旁邊跑你知道嗎 因為五尾熊會換樹 所以它在旁邊 叭叭叭叭叭跑過去這樣 而且不要撞到五尾熊 因為你撞到它你會想哭 然後呢 我們在那個開車這段時候 像我的朋友 他們在開車這段時候也常常出很多 像我 我為什麼回台灣特別去做分享會這些動作 因為我在國外受到外交部的照顧 因為我在國外出了一場車禍 雖然不是很大的車禍啦 可是 我們不知道該怎麼辦啊 我們不想得去找誰 找誰救命 找誰做什麼 所以我在那時候也受到外交部的幫忙 還有請出一件事 我們有很多管道 可是請把邏輯帶到外國去 為什麼呢 我們常常 像我回來之後 我們陸陸續續在幫助背包客過去 他們常常說 怎麼辦 我發生什麼事 什麼事 什麼事 他還會來找我還算好 因為我會跟他講說 麻煩你打到外交部的經濟電話去 可是有人會發現他出了車禍 第一時間 手機拿出來 開始上Facebook 不知道怎麼辦 有誰最近誰來救我 這邏輯怪怪的嗎 你在台灣都知道打電話去找救命 為什麼你到了澳洲會打Facebook咧 而且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我們跟他們講說我們開了八個小時的車 八個小時 我跟你講 我就開了一台車 沒關係我到下個小鎮 我可以吃點東西 休息一下 就遠遠看到前面有一個房子 就開始一直開 一直開 奇怪我開了一個小時 我們看那個房子還是在哪裡 澳洲地非常的大 所以麻煩請小心 該走該在路上吃的食物啊 什麼汽油啊 麻煩帶一下 要不然你會發現一件事 開了半個小時沒有一台車經過 對這是有可能會發生 它跟台灣完全不一樣喔 在台灣你可能過個半個小時 你就一個7月了 走個5分鐘可能就全家 之類的 可是在澳洲事實上 差不多200倍這麼大 在這麼多的區塊裡面 如果你在市區可能無所 可是當你移動到內陸區的時候 很多事情是你想像不到的 所以我才說澳洲會找你們 當你發生什麼事情 爆胎的時候 不好意思 你在台灣有修車廠 隨便打個電話說 不好意思 我的車子爆胎了 請來幫我調去修車廠 在那裡 不好意思請你 撩起你的衣服 撩起你的褲管 自己換輪胎 誰會救你啊 因為你知道嗎 當你要拖那台車的時候 你要付出去的錢有多少 非常的多 然後呢 在車禍那一部分的時候 我們希望澳洲小朋友到了 澳洲去買車的時候 請學會一些基本買車的東西 在台灣就得學了 然後到那邊的時候 記得買車錢 它很重要 然後呢 自己在台灣也必須買自己的保險 但我們後面會說 然後什麼其他的意外 胖傷中毒 被什麼咚咚咬到 或什麼跟袋鼠打架 我跟你講 我的背包課的朋友 他真的跟袋鼠打架 他也因為這樣上了2013年 你不知道為什麼 頭版頭條 有證明 因為我有照照片 好 人家如果來了幾的話 讓大家看一下照片 然後呢 我們說被什麼東西咬到 這件事情 澳洲 說真的 他是地大物博 他真的很漂亮 但是很奇怪的是 因為他野生動物特別多 所以會咬到你的東西 也特別多 例如說 我們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這些東西 他很漂亮 對 東西很多 對 咬人的也很痛 在台灣頂多咬一下 好痛 可是在那邊咬到 可能不好意思要送醫院 我那個朋友講說 你在肉場工作很危險 說對 很危險 因為我們有刀子 他說我在農場也很危險 我說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人今天被蛇咬到 我說為什麼會被蛇咬到 因為我在農場啊 我有蛇啊 這沒有什麼好稀罕的好不好 在澳洲事實上 它有很多很多危險的東西 可是大家忽略掉它了 我們現在有個觀念 回到現在這件事情上 到澳洲去 不是說 你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不是 我們希望你可以在 離開台灣之前 先了解澳洲 它會有什麼樣的法規 會有什麼樣的規定 有什麼樣的危險性 提前知道 保護好自己 當你到澳洲去的時候 你就不會慌了手腳 這個說很重要 還有我們常常講什麼 鯊魚祭啊 人家就跟你講 現在是鯊魚祭 不要下水 可是就是有人要下水 跟你說 沼澤有鱷魚 怎麼可能會有鱷魚 對 那是台灣不會有鱷魚 澳洲會有鱷魚 好不好 然後跟袋鼠打架 像中間那個 有沒有 這個 我朋友就這麼上了 就真的跟他打架了 而且你知道 可愛的農場主 還要為了他說 等我等我等我 我幫你報仇 原本想要打個獵槍 去把那個袋鼠給砍救起來 有沒有就是這樣子 然後一般來講 像是石火鳥啊 這個就是他的啦 有沒有看到 跟袋鼠打架的 他就這麼上了頭盤頭跳 真的 我們有圖為正 有圖有真相 那時候他 我講他的故事好了 那個時候呢 他就跟我說 瑞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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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 怎樣 我上頭版頭跳 你上頭版頭跳 怎麼可能 我真的上頭版頭跳 他就把新聞的影片 跟照片直接PO給了我 我今天要讓他紅一下 讓你經過外交部 告訴全世界 沒有啦 然後 他的狀況是說 瑞 我今天跟袋鼠打架 怎麼可能 他才把這個照片給我 他就跟我說 他跟他兩個女朋友 很開心的 要走走走走回農場 遠遠就看到一隻袋鼠在旁邊 袋鼠在旁邊 很正常 這裡是澳洲嗎對不對 哪裡怪 很正常 走這走這 突然他女朋友在講 欸 袋鼠好像接近了耶 接近 他有講話會記很正常啊 好繼續走繼續走 但他女朋友看 很近耶 一看 來了 有沒有 袋鼠已經衝過來 那時候他就趕快緊急 叫他女朋友先跑 女朋友就先趕快跑 趕快打電話叫救命 趕快叫農場主人來接他們 這個時候 他就說你去 我保護你 一轉頭 袋鼠已經到了 接下來就打起來了 就打成這副德性 有沒有 你看 就是打成這副德性 還好袋鼠沒有踹他 我們先講 他這樣算好運喔 袋鼠只是抓他 他沒有踢他 因為真正來講 袋鼠不是我們那種 在台灣看小小一隻有沒有 不是 是這麼大隻 他站起來有180公分 所以理論上 聽起來好像很可愛 可是遇到的時候 真的很可怕 好 大家時間報導 但是那個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不去特別 做這麼多的事情 還有我們說 女孩子要怎麼 好好保護自己 在台灣 我們就告訴你說 請好好保護你自己 為什麼 因為這件事情 到了國外 還是一樣 女孩子 你天生就比別人小了 一咪咪 你天生就比別人 受了一咪咪 所以我們在台灣 都會告訴你說 不要到處亂跑 晚上不要亂去 對不對 父母親都是這樣告訴你 到了澳洲 為什麼就不一樣 就是往Club沖 當然不是啊 你到台灣 你會知道 你怎麼保護自己的時候 到了國外去也是一樣 當你有危險的時候 當然要避開這些危險 當你覺得說 這個東西是不對的 有危險性的時候 那就走人吧 因為 你這樣才能保護好你自己 而不是告訴人家說 沒關係那沒有關係 習慣怎麼到了澳洲都沒關係 在台灣都有關係 當然有關係 所以我們希望告訴你 你在台灣已經 這個邏輯已經告訴你 台灣它是很危險的 例如 一個男生突然告訴你說 親愛的 我覺得你很漂亮 我們今天有幸可以陪你一起 喝咖啡聊是非 或者喝杯酒嗎 你在台灣會不會覺得怪怪的 會 到澳洲這樣告訴你的時候 請你自己斟酌一下 不要因為男生很帥 就在那邊跟他過去 這是不行的 然後 我們看一下 這是我的車 你們看到 我的車 剛剛大家有講 一千塊錢兩千塊錢三千塊錢 不管 讓你愛上他 他就是一台好車 我的車也是 我就這麼的愛上了他 他就陪了我長生兒 13個小時 到了我下一個小鎮 對 他很不錯 可是我也因為他 我的屁股被撞了好大一個包 為什麼 因為就有人撞了我一下 所以那個時候很感謝 外交部那個時候 告訴我說 我應該怎麼去做處理 我們跟你講 澳洲是一個 我非常非常喜歡的一個地方 也是我非常愛的地方 但是我們相信 有好人的地方 也有一些小壞人 對 就是我們就遇到了 比較不好的事情 但是我們說了 希望大家在出國前 多了解 多知道 這樣子你到澳洲去 才不會 慌了手掌 好你們看到 車很好用 能塞盡量塞 能綁盡量綁 我們當初我記得 我出國的時候 我的行李只有18公斤 可是當我回國的時候 就長成這福德心 有沒有看到 就是這樣 什麼都有 你看 該有的 鍋碗瓢盆啊 行李啊 睡袋啊 你想得到的都有 就是那個時候就發現 定居是很恐怖的事情 好 這個是我們剛剛講的 急救棒筋電話 當然我們剛剛 在手頭上 我們的那些資料帶也都會有 所以這些東西請麻煩 一定要記得 剛剛有講 如果不記得怎麼辦 我知道一個比較懶的方式 我不知道這樣我們比較過分 因為剛剛我們講有翻譯電話 131450 我們都會這樣 我比較賊 我都是直接打 131450 不好意思請幫我報警 為什麼 因為我的英文也不是定號 因為當你一集的時候就 Hello 原本是Hello 直接回 喂 習慣嗎 你不能怪我啊 就一緊張就忘了啊 就像剛剛一樣 一緊張有沒有 應該要打電話報警 直接反應就是Facebook拿起來 請Ci在旁邊寫來救我 一樣的道理 當你慌了手腳的時候 早會講中文的最快啦 好 海外旅平安保險 我們為什麼會這樣講這件事情 出國之前清報保險 這件事情不是說 我們在替保險公司做宣導 或幹嘛不是 而是因為我們畢竟不是澳洲當地住民 我們本來就不會有當地住民 應有的福利 我們又沒有納多少稅 對不對 人家都納了一輩子 我們才納兩個年 那理論上在這一部分是喔 台灣這部分外交部會幫你很多嘛 其他幫不到的地方 需要金錢的資助保險 保險可以幫你很多的忙 當你出國前 你該保的旅遊平安險 它可以幫助你一些東西 或者是商業型保險 我們希望出國前 你稍微保一下 但其次我們希望說 您在國外盡量找白宮的工作 如果不知道的話 嗯 問好朋友 我怎麼知道 接下來是澳洲車險 我在澳洲發生了車禍 那澳洲發生車禍的這一段過程上 我覺得還好我有保保險 因為在維修上 或者是在理賠上的時候 澳洲保險可以幫很多的 澳洲車險可以幫你很多的嘛 可是如果你今天 剛剛我們的那個 水型老師也講的 畢竟那裡的物價什麼都高 修車也很貴 所以當你如果撞到一台 嗯 逼開頭的車的時候 你的心會碎掉告訴我說 我現在就想回台灣 因為你怎麼賺 賺兩年可能賺不出來 好 我們當時候發現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如果不知道的時候 你們可以問各大保險公司 或是問外交部 請他們幫你做處理 因為這些東西 就是當你們要用的 不是做出來 是請他們幫你告訴你 哪些東西是要帶回台灣的 這些東西有些是要給我們的雇主 有些是要回台灣請保險 這些東西知道就好 大概就了解 你的保險公司都會幫忙 然後這是我們在 這是我的網站 那有時候會有一些資訊或什麼在上面 不過不好意思 我幾乎都是肉場 農場我只待了4個小時 我就跑掉了 然後還有各式各樣 例如是我們可愛的澳洲 Yahoo 對 Country 我朋友在上面買到 什麼都怪什麼都怪 什麼都賣什麼都不奇怪 為什麼他買了一台900塊的車 900塊喔 你剛剛講1200喔 他買了900塊的車 然後自己維修自己弄 賣了2500塊 這算是賺錢的好方法嗎 我也不曉得 然後在這裡你也可能找到住宿 或什麼樣的東西 諸如此類的東西 他都會有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啦 然後呢 有各式各樣的網站 找尋的工作 我們在回過頭來講 剛剛有一些東西 我們的觀念要帶回來 網路上有非常非常多的資訊 可是有些資訊是沒有經過審核的 或是沒有經過確認的 他都是聽誰說 聽誰說 聽誰說 可能是聽我說 我們希望回過頭來講 一件事情 一個觀念再回來 當你有 簽證上的問題 我們應該問誰 當然是問外交部 跟問移民局啦 當然如果我們有 像例如說健保上的問題 當然是問健保局啦 當然我們有保險問題 有金管局 有保險公司可以問 不要去聽 誰說 誰說 那裡可能會有二千 那是那裡可能會喔 不是一定有喔 或者是說 那裡可能怎麼樣 我可能我的簽證這樣會過 你為什麼不去問 真正發簽證的人呢 或者是說 我覺得那樣子可能可以 或者我們那樣子 可能什麼OK的 那些都是 聽說 你有非常非常多的管道 例如像外交部 你有非常多的管道 像例如剛剛我們看到的是 澳洲那邊的 住台辦事處 你都可以去詢問 甚至還有很多 例如說是 我們所謂的政府機關 或是相關於的代辦之類 他們會有真正確實的資訊 而不是在網路上叫做 聽說 那個好像可以 聽說 我的錢 可以這樣退回來 事實上 我們剛剛講的 很多Failwork 或什麼很多 131450等相關的 任何的東西 他都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 輔助 當我們資訊如果不足的時候 他可以替我們做 非常非常多的幫助 這個才是我們覺得 真正去澳洲打工度假 這麼多的東西 當你平安的出門 快樂的回家 然後呢 我大概講一下 我在澳洲得到了一些 我覺得台灣教不到的東西 我在澳洲學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 我在工作上 我畢竟在肉場工作 那我在台灣事實上 就真的名副其實是做辦公室嘛 做了一陣子的辦公室 我到了澳洲才知道原來 什麼叫做一切皆平等 我在那裡學到了 不管我今天是做農場 我今天是在當肉場的人 澳洲 教會了我一切都是平等的 只要你願意付出 你就可以極有所得 我在澳洲也學到了很多事情 我不會因為我自己 我在台灣我自己做過了什麼事情 我在澳洲一切都得學習 我在台灣經歷了很多事情 那不算什麼 因為我在台灣我有很多資源 我有很多幫助 可是當我到澳洲 我都沒有的時候 我就要學習成長 並不是說你真的到澳洲去 可以賺一桶金兩桶金回來 如果有恭喜你 如果沒有不要難過 你學到了你一個人獨自的生活 你學到了怎麼帶人接入處事 你學到了不一樣的文化 你看到了不一樣的世界 我在澳洲 我說我很愛澳洲 我記得我在離職的那一天 我當然前提是你自己的態度也要對 你要很認真的去做任何的事情 或是很認真做很多事情 不管 可是當我在澳洲離開公司的那一天 我在澳洲主管 我的澳洲媽媽們 媽媽是那邊的那個 其他的工作人員 抱著我哭的時候 我那時候第一個反應就是覺得 原來我好愛好愛澳洲 我在那裡學到了不一樣的文化 帶人的街舞 然後 其他很多我看不到的東西 所以我會跟大家說 澳洲 有時候給你得到的東西 超乎你在台灣看得到的東西 所以 今天我也很感謝說 外道部給我們這個機會 然後部長課長還有老師 還有蔡小姐 說真的我到現在還是希望大家 去一趟澳洲 真的會有所成長 你會學到更多不一樣的東西 謝謝 我們謝謝 我們謝謝謝孟寧小姐 與林瑞澄小姐 所給我們帶來的經驗分享 那我們接下來 就是我們的問答及交流時間了 那我們先稍等一下同學們 幫我們搬一下桌椅 我們先準備好你們的問題 然後等一下有獎品 我們先準備好你們的問題 好嗎 所以大家要爭先恐後的問問題 不管是什麼問題 有意義的問題 沒意義的問題 只要你問問題就有禮物了 所以大家想一下 你要問什麼 好不好 最好是問那種 你一個人問 大家都可以受益的那種問題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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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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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我們邀請 外交部 石瑞奇 主任秘書 來擔任這個問答活動的主持人 好我們等一下麻煩問問題的同學或同仁 記得告訴我們你的所屬學校 你的單位還有你的大名 那 我們今天的 我們今天的這個活動是全世界聯播的喔 所以等一下你問問題 大家全世界都會看到你 所以如果有需要化妝或什麼的 我這邊有粉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可以跟我借好嗎 好 好 好 宣布有禮品之外 但是是什麼禮品啊 是精美禮品啊 一定會讓大家滿意的精美禮品 我們這個 我們要不然就把握時間就先開始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聽過這麼多精彩的這個史翠熙小姐的演說 還有我們謝小姐還有瑞瑞的演 瑞瑞的這個分享之外 還有我們外交部的同仁講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請坐 後面那個男生先 再說各位就是在第一排也後面的那個 前面都有那個麥克風 你要把麥克風拿起來按talk鍵就可以了 我想要問一下 因為就是每年去澳洲人這麼多 就是澳洲政府就是有提供這麼多的工作機會 給就是去打工遊學的民眾嗎 而且因為我聽到很多就是 找不到合法工作必須要去做黑工的一些案例 所以我想說這方面有沒有就是很明確的那個工作數量 合法的工作機會給這麼多的民眾 對 謝謝 我用英文回答因為我怕我的中文不夠正確 謝謝 所以有很多季節性的和短期性的工作 所以這次應該是沒有問題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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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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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it is a legal work opportunity there should be some kind of contract with a written agreement that you can keep and you should have a copy of that as well you can check on the Fair Work website if the conditions a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dustry that you're working in for example if you work in a coffee shop it's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there will be set conditions like say if you work past a certain time at night you get extra money or something like that so you can check that the conditions of your contract match the conditions for your industry on the website and there are also the the helpline will also help you verify that you can call them and they will also be able to help you check if you have any concerns 加瑪問了一個問題就是你怎麼知道那是合法不合法的是不是黑空 那這個史瑞玉小姐講說那個最重要就是要有contract要有書面的 寫下來的這些東西那這個contract規定你的工作條件什麼什麼 但你怎麼知道這個contract是不是合乎規定的他就是剛才有講一個 他那個那個powerpoint裡面叫fairwork他一個一個什麼什麼委員會 一個fairwork的那個website那個上面有那個標準的你和你就你和你的 雇主簽的這個contract然後和fairwork上面的website的那個網絡網站上那個 再比對那這樣大概就可以知道這就是我剛才跟大家講的說大家一定要先有問題就要verify verify就是要去確認確認就兩個途徑一個是跟剛剛講的方式確認另外一個真的有問題 打電話到外交部倒代表出來公司怎麼樣怎麼樣我們也會幫你們想辦法 盡量盡我們的理由來確認 就是我想問一下就是因為我聽到例子他就是工廠他們不會直接去招聘工人 他們會透過仲介的方式或者是類似像台灣這種外包的方式 就是請就是工頭會去找的人去去找他們所要的人 然後就是要透過仲介的方式所以這個仲介商當中就抽了很多的那個 很多的回扣在裡面想這個問題就是有沒有就是比較更好 不要透過仲介然後直接有更開放空間去找工作 時間的關係齁是不是就是我們不要一個一個答覆 我再接受譬如說再接受四個問題五個問題以後來我們一起答覆好不好這樣比較好 我沒有人還有誰第二個問題 好我們那位女士 在前座那邊有座位前面有麥克風 按Talk鍵就可以講話 是不是說外交部有這樣子的平台或是網頁可以讓我們直接去協詢一些 就是跟商業有關係一些公司團體他的需要 我覺得這樣子會比較就是說沒有那種合不合法的問題 還有就是說我們會很更明確說我去找的這些公司的需求 是正派的就像我們台灣不是鴻海他們有時候會釋出說我需要哪些工作人員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現在就是有很多就是想這種中間這些中間上的一些問題 第三個問題有沒有 不好意思剛剛有提到說因為在澳洲有很多可愛的小動物 那假如說我今天駕車真的不剩就是撞傷或是甚至撞死小動物 那我是不是有什麼標準流程要保 例如說要報警還是什麼的處理方式 謝謝 記得要回答你這個小動物的問題 我們還有兩個問題 先回答後面就好了 好我們先後面那個女次好了 不好意思好因為我也是就是在澳洲打工過兩年 那我今天是來聽一下大家的經驗分享 那我就是延續剛剛第一個跟第二個的那個工作上的問題 那就是我覺得有一個印象比較深的就是說 就是說什麼合法不合法的工作 其實他都有走在澳洲的法律邊緣 那就是說在他有很多是叫做公投的 那很多公投可能馬來西亞公投大陸公投 可能他們澳洲合法工資18.6塊的話 那可能就賠你15塊的現金配的 那其實像背包客棧他上面有很多資訊 但是其實我必須很就是必須很誠實的跟大家說 可能80%他都是黑工的工作 那他會給你那個promise說 就是可能說我下個月給你電話 我可能給你電話 那到最後的結果都是 你可能等工的人很久前面燒光了 可是卻沒有什麼任何的資訊 那我們在我記得在那個去年呢 我們在澳洲大陸那邊做芒果的時候 因為我是很幸運的安德在我們的那個老闆下面 那老闆下面有個台灣的公投叫Mark的 那他是捲走了港台的100多個北佩克的錢 那當時我們第一個很愚笨 沒有去尋找外交部的幫忙 我們是透過我們的老闆 他也是叫我們去拿飛握克 但是可能大家都很緊張 因為那個Mark他是連夜帶走 100多萬的澳幣潛逃 那可能他們台那個下面 100多個港澳的 港台的背包客都沒有拿到錢 那大家很急不知道該怎麼辦 可是他最後是不了了之的結束 那個反而是那個agent 就是義大利的公投直接跟那個 他們說我們可能只有給你們200塊澳幣 每個人的現金那就此打拼 那重點是我要講的是 Mark到現在到還沒有回台灣 他還在澳洲 所以我覺得說他可能已經有人說 他已經換了一個飛蛇爾夫 我不曉得變裝到昆士蘭 或者是達爾文繼續再接這些case 我希望大家盡量去找澳洲 像Seek跟Gountry的網站 不要去太過於依賴北佩克 他裡面真的是有些是有陷阱的 那就是這一點我是想說分享給大家 在找工作的時候要非常注意這件事情 請謝謝 市長我也趕快再重複一下 就是盡量找澳洲的澳洲的這個網站 不要太相信我們中文的backpack的網站 那個裡面有大概百分之有八成 大概都是有可能是假的 好我們在最後我們前面那個小孩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學奠基所的學生 那我今年就是八月要去澳洲 那我那個簽證都辦好了 對 那我有一個剛剛提到一個小小的問題 就是 剛剛這位同學有分享說 他去過然後他也說 比如說他現在這一份資料上面有寫說 現在全國最新的基本工資是16.37澳元 那 剛剛同學有提到說 其實很多工作都是低於這個價錢的 那我們要怎麼判別說 到底低於這個價錢是黑工或白工 這是一個可以判定的一個標準嗎 那 另外也不可以 能不能請 剛剛上台有兩位小姐分享 就是說 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 因為 就是今年畢業 那 會去 我想很多人會去澳洲 紐澳打工度假有很多自己的原因 那 我有思考到一個問題就是 當我回來的時候 我面臨 回來台灣工作時 該有的心態是什麼 那 我會思考到這個問題 是因為有些同學已經回來了 不過 他們在工作上似乎不是很順利 因為他們好像就是 沒辦法適應台灣這樣子 不一樣的工作型態 那請問就是兩位可不可以做一些 簡單的分享 謝謝 謝謝 可不可以從五個問題 我們可不可以從Pedricer開始答 好不好 你都了解 我試過我最好 謝謝 首先 關於生物被捕捉 這很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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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學習在澳洲 你家的家人都會說 如果你們在動作中 你不動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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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更多的 所以 所以 人們會判好 人們判好 但是 它是相當的 事物 有些事 有些事 會幫助 引起生物 引起生物 最大的一種 是WIRES WIRES 你會看到 WIRES WIRES 叫WIRES 你會看到 你會叫WIRES 你會看到 WIRES 日本經濟 有些公司 有些公司 大概 這麼在台湾 所以 你需要特別 для 求 求 證明 有些公司 表面 提供 有些公司 for working holiday makers of course we want every working holiday maker to have a good experience and find good legal work so if there are companies that are doing anything that is a bit in the gray area we need to know about it so that we can prosecute them appropriately yeah I think that's it 講一下 他說這個關於撞到動物的時候 他說如果是你真要撞到動物的時候 你就撞上去 你不要為了要迴避不撞 然後就撞到其他車子 真的撞到那不得已的就撞上去 那真的撞上去的話也沒有關係 那個澳洲有一個組織叫做WIRE WIRE 就是他在路邊都有這個 他的標誌還有電話號碼 這個是專門會負責 照顧野生的受傷的被撞傷的動物 你就打電話 打電話告訴這個WIRE 在哪裡哪裡撞到有一個袋鼠 有一個吳瑋瓦受傷 他們會來負責照顧 這是第一個答案 第二個答案大概就是 黑公的這個違法的仲介問題 他說喔 如果你們懷疑有違法 或是你們剛剛做的時候違法 說一定要趕快跟這個 跟這個Fair Work 這個就剛才那個 我講的那個網站 那個報案 或者是跟警察報案 那個Ombudsman Ombudsman Ombudsman Ombudsman是那個仲裁 監察署 監察署也報案 那他們也非常希望知道 他們知道他們可以起訴他 他們可以制裁他 哪怕是你是懷疑有Gray Area 就是你不明確 你不確定他是不是合法不合法 也要去報案 就是有Fair Work 這個還有有這個仲裁署 還有警察局 就是澳洲的司法團隊 就趕快去報案 然後他們會協助你 這是Patricia Smith小姐答的 我們來請這個 請林副主長 我在這邊補充一個就是說 澳洲這邊有一個 你可以尋找合法工作的一個網站 叫做Job Search 你打上去之後 所有的工作機率都在裡頭 這些都是保障是legal的 那麼至於說這個仲介公司 有很多都是馬來西亞 或者是香港或者是大陸 中國大陸人士 這些要非常小心 我們有很多 我們台灣區的打工度假的同學 在那邊受到剝削 而且發生很多不愉快的 這個經驗 所以這一部分 你一定要確實要很小心 謝謝 Job Search 尋找工作這個網站 大家上這個網站 這個網站上工作都是合法的 好 我們請我們亞太斯的陳富參思 那這個Job Search 是澳洲聯邦政府的就業部 教育跟就業部 他們所提供的一個就業資訊平台 剛剛有提到了 在澳洲 他們非常歡迎 各國的打工度假的青年 包括我們來自我們台灣的 從事季節性的工作 那澳洲的幅員非常的大 每一個州在每一個季 有什麼樣採收的工作都不一定 所以在Job Search的網站 它有一個這個Harvest Trail 就是說從北到南 從東到西 什麼時候 在哪些區 哪些城鎮 有什麼樣的工作機會 那聯邦政府 跟地方政府 都把這樣的工作機會 在這個就業的資訊平台上 公開出來 所以歡迎 有希望 有興趣 找工作的 外國青年朋友 都能夠利用這個網站 來找尋工作 我想這個大家非常關心 找工作的機會 那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平台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很多的打工度假的朋友 在澳洲從事工作的時候 他們有勞務被剝削的情形 就是特別是剛剛有提到 也問到了被仲介剝削的這種情況 事實上 剛剛我們澳洲辦事處 在台灣的這位女士 這位官員她也提到了 我們在澳洲 澳洲聯邦政府是叫做一個 平等工作監察署 叫做Fair World Ombudsman 他們在這個網站上 有提供所有就業者 他必須 雇主所必須提供的 所有受雇者應有的 權利保障 所以我們的青年朋友 在澳洲從事工作 他所享有的法律的保障 待遇資格條件 跟澳洲公民跟澳洲當地人是一模一樣的 換言之我們除了 必須可以得到澳洲所法律的 全國基本工資 它就是Minimum National Wage 就是全國法律基本工資之外 我們的就業者 他的請假 我們很多年輕的朋友在工作 結果僱主不給他請假 或者是受傷 也不能給他醫療的給付 這些都是違反了 這個澳洲平等工作法所規定的 那特別強調就是說 現在澳洲政府規定 每一個僱主在聘用新的受雇者 一定要給他這個受雇者的書面資訊 也就是說每一個受雇者 他必須要拿到僱主所給他 他應該有的這個權利義務的書面資料 那麼如果在這個書面資料上面 他有明確的顯示跟寫出來 澳洲政府規定每一個受雇者 他所應有的權利義務 所以你發現當你的未來的僱主 給你的工作條件 待遇不符合勞動契約 也不符合這個聯邦政府 平等工作監察署所在明的 這樣的勞動條件時候 那我們可以去提出申訴 那澳洲的Fair World Enforcement 他們在全澳洲都有辦事處 而且他們接受也歡迎 這個提出我們受雇者提出的申訴 那他們會派調查官會去進行調查 如果雇主有任何違反澳洲平等工作法 的這樣的一個勞動條件時候 他們會依照法律的規定 去進行必要的調解處置 如果雇主 對這個聯平等工作監察署的這樣調查不符 甚至會採取法令行動 來裁罰雇主 所以如果我們的年輕朋友到澳洲 在工作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自己在澳洲就業權利 法律所給予的保障 還有你們本身要有的這樣的相關的知識 那這些的勞動 有關勞動契約呢 除了在我們外交部的網站上也有 各位也可以參考現在的勞動部 就是以前的勞委會 他們在他們的網站上 也有提供澳洲這個相關就業資訊的 這個勞工權益的相關的資訊 那這個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各位將來在澳洲 假如你要從事工作的時候 千萬我們再一次的呼籲 不要去從事所謂的黑工 就是跟澳洲法律勞工條件 不符的這樣一個就業條件 不要去從事黑工 因為你一旦從事黑工 無意識助長了這些不法的僱主 來虐就是以這個科虐的勞動條件 來給予各位另外呢 給助長他們這樣的機會 另外呢萬一在職場受傷的時候 沒有辦法獲得到 比如說在澳洲每一個受僱者 他必須要有類似的公安的保險 就是work cover 也就是說在那邊 你如果是這個正式應聘的工作者的話呢 那有這個所謂的勞工職場傷害保險 如果你去從事黑工的話 你也沒有這樣的保障 同時你也會被剝削 所以千萬不要因為好像工作機會 可能比較不容易尋找 而貿然去從事所謂的黑工 那以上的簡要的說明謝謝 簡單說就是真的大家不要便宜行事 真的稍微多花一點工夫 有很多合法的管道 一定可以找到大家需要的資訊 這樣大家才能夠獲得合法的保障 好我們請謝小姐和瑞瑞 大家好 剛剛有講到說就是那個 我先回答那個最低薪資的部分好了 那其實因為農場現在最主要已經改 就是論見記仇了 所以 所以很難說他到底是不是最低薪資這樣 那我們看我們判斷白工跟黑工怎麼判斷 通常是雇主有沒有報稅 作為是不是白工的依據這樣子 好就是希望大家理解一下 因為農場好像沒有最低薪資這種的 比較少啦因為越來越少 好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說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說 剛剛有講到就是 公投就是Mark 就是這個騙錢的部分 那因為Mark是台灣人 那我想我剛剛有請大家講的 就是說你們可以透過背包客棧 就是找尋一些資料是你們出發前 但是在出發後 就是請你們不要依賴 不要客棧 作為你們 就是找工作的 的媒介這樣子 對 那 如果說 如果說你們想要找農場工作的話 建議你們就是說 就直接接洽農場的 農場的主人這樣子 就是最好他是 最好他是澳洲當地人 然後因為我知道有些 公投是 就是譬如他是馬來人 或就是會有些東南亞國籍的一些公投這樣子 那他們就是會比較有剛剛講的那些情況發生這樣子 所以說你們最好 如果要找農場的話 最好就是直接跟他們接觸這樣子 那還有就是剛剛有提到就是 因為這個Mark其實這件事情其實還蠻就是 還蠻就是鬧得還蠻大的 另外一個我特別提到就是說 有一個就是一個年輕人 然後他被飼油就是盜領 盜領他的就是九千元澳園 這也是也是鬧得蠻大的這樣子 當然那個盜領的人 到現在還是也是效果法外這樣子 對 所以也是請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我剛剛講的就是 意外跟收片的部分 好那就是剛剛有 剛剛有同學提到就是說 如何就是調適自己 就是回台之後的心情 我想分兩個部分好 就是說 當你在回台灣之後 你可能要 你可能要稍微思考一下說 你到底想要 你到底想要 在哪裡工作 就是你是想要 在台灣工作 還是你想到外 就是去外 去國外走一走這樣子 對 那如果說 如果說你還是選擇 你留在台灣工作的話 你可以多 就是多去想 就是台灣 台灣有哪些優點 在台灣工作哪些優點 比如說 就是看醫生很便宜啊 然後就是 比如說他睡也沒有那麼多這樣子 就是台灣的好這樣 比如說東西很好吃啊 然後就生活不會這麼的 不會這麼的無聊這樣子啊 就是台灣的優點這樣 對 那如果說 你想要到國外走走的話 這就是 我覺得年輕人 我覺得年輕人 他 越早出去 越早出去 打工 打工度假的話 是越好的原因 是因為 你回來你可以認識到 你自己還有哪些能力不足的地方 譬如說我可以 我覺得我可以再加強英文的部分 或是一些其他專業的技能 譬如說 假設我想要留在外國的話 我可以增加在外國什麼技能這樣子 我覺得這就是 趁越年輕人 你可以越培養自己的能力這樣子 那我也知道很多就是 他回來之後 他還是 在國外到處跑的也有 或者說 他也可以選擇去當空姐這樣 然後實現他到處跑的夢想這樣子 所以其實 我還是蠻鼓勵大家 就是說 越年輕人可以越嘗試 這樣 謝謝 剛剛事實上 剛剛 小姐他也講了一下 確定心思還有 我們先講 重機這件事好了 事實上 有很 澳洲事實上 對於重機人 像人力資源這個部分 上一直都有做一些規範 那我們一般來講 聽到公投公投公投 事實上 他是屬於規範外的啦 就是所謂的黑工這部分 那甚至在於澳洲 澳大利亞他們這邊的狀況 他們是有合法的重機公司 那如果說 對於自己找工作 無法自己對場的人 他在澳洲是有合法的公司 可以讓去對的 理論上 他是一定要給你 該有的保障 薪資 這些都是有的 那一般來我是走肉廠居多 那肉廠事實上 大部分都是對重機公司居多 是因為他 台灣人數多 然後所以他們為了方便管理 所以他們可能會使用重機公司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找到 合法的重機公司 因為你該有的福利 不管是TFN或者是說 該有的work cover 這些東西他都會替你保障 所以在於對於還沒有辦法 找到自己工作上的 可能就一定需要對到重機的話 也麻煩請找合法的重機 在澳洲是有的 只是大家對於這樣的管道 比較少 然後我比較有興趣 就是有興趣那個就是 剛剛說回國這件事情 就是回國找工作這件事情 我覺得 剛剛我說過 澳洲事實上 教了會我很多的東西 台灣人事實上 像以我們來講 以拿我自己的經驗來講 好了 我會選擇出國就是 因為我不知道 我的目標在哪裡 我選擇到了澳洲 這麼多時間去沈澱 去瞭解說我到了 未來我自己的路應該怎麼走 到了澳洲上我學到 沒有一定說 工作要怎麼樣或是怎樣 因為大家都是平等待遇 所以回到台灣 我也開始重新思考了這個問題 為什麼一定要走在一個 類似就是說 頂尖科技的辦公室或怎麼樣 那如果我有能力 我會很希望 可是當沒有的時候 我自己會去怎麼想 後來我重新去思考這件事 我發現 只要我愛上了這份工作 那做什麼我都沒有關係 為什麼用這種想法去講這件事情 例如說 好了 我今天如果說 我今天做的可能是一個 CNC好了 我們就所謂的那種 車廠作業員 如果說真的 你想要去 喜歡這份工作 去讓這件工 這件東西 讓你有憧憬的時候 你會很努力去執行它 很努力去愛上這份工作 我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回國都說 我可能找不到工作 我沒有喜歡的工作 可是我看到很多的老闆 或是很多的人 告訴我 我現在都找不到人來學 我找不到人來做 連我最愛吃的那個 饅頭店的老闆都跟我說 我找不到學徒來做饅頭 饅頭很好吃啊 他好不好賺 應該也還不錯啊 可是沒有人願意來做 那是因為大家對於工作 可能對於很多些傳統的東西 甚至是我們的熱情不見了 我們對於工作的熱情 可能忘記了 如果說你今天重新思考這件事 或真的去澳洲學習 我相信你做的工作 很少會是辦公室裡面 你可能應該是農場 你們跟羊 哈啦啦 你們跟羊說hello這樣 然後每天對著草說你好 對著羊 然後每天在切牛肉 切到最後我可能還要像吃牛肉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的意思是說 當你真的重新在國外 看到這樣的事情回台灣的時候 在台灣我今天 我可能有畜牧業很欠人 可是他找不到人 可是我們自己本身忘記 我們自己原來 我們愛著的也是台灣 台灣也欠缺我們這樣的人才 也欠缺我們這樣的人 那你在台灣 可以重新面對工作的時候 你會發現原來 你有另外一部分的產質 跟自己的骨氣 原來我在台灣 我是台灣人 那也或許說 你在國外 在台灣遇到很多不一樣的生活 也許你看到 你學到了更多新的視野 你可以把它帶回台灣 你可以在台灣 讓我們變得更好 我覺得那是我自己 就去國外之後 我在國外 學到很多新的視野 我想要帶回台灣 因為我認為 台灣不只是這樣子而已 它會變得更好 不管今天他只能是 扛瓦斯的人 他不管他今天 是不是只是種 很種田的人 或他只是一個養餘的人 他是一份專職的行業 他是一門專業的技術 他都是 而大家又希望說 我今天可能 國外會有更好的發展 我相信也會有 如果你英文很好 你希望讓自己變得更多 我有很多朋友 跑到了新加坡發展 跑到了美國發展 但有更多 我遇到的朋友 他們選擇回到了台灣 回到了鄉下 也選到了中小企業部 去讓台灣過得更好 我覺得事實上 我們自己出國去的小朋友 你會有更多新的思考 讓我們台灣更好 這是我的想法 我不知道大家 會不會也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在工作這一塊是 重新去思考 重新去了解 什麼 對自己最好 更有未來 你可以讓你自己 發展得更好的地方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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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可能大家 還有很多的問題 但是因為時間的限制 不過請大家放心 現在我們今天來這裡 最主要就是讓大家知道 有很多的管道 讓大家去希望找到 大家需要的資訊 我們有澳洲駐台灣的代表處 我們有外交部的同仁 我們有兩位 各位打工度假 或者是度假打工的前輩在這裡 我們也知道什麼事 怎麼樣去找合法的資訊 請大家一定多多利用 真的 真的還找不到的時候 再來找我們 我們沒有問題 我們隨時會 隨時隨時 這個願意提供我們 我們最大努力來協助 好不好 最後真的是要 謝謝 謝謝我們大家同學的參與 現在已經到中午的 過了中午的時間 我看大家 不只沒有 沒有趕著去餐廳 而且打瞌睡的一個 都還沒有 真的是非常的不簡單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好 我們還有一個 我們外交部 南部代表處的 這個陳鎔大使 謝謝 謝謝主秘書 謝謝主席 我這個廣告時間 我們外交部 6月28號 在高雄 福摩沙捷運站 光之穹頂 要辦另外一場座談會 那麼今天在座的同學 你的朋友或者親戚 如果說 沒有機會參加這場座談會的 歡迎6月28號 早上10點到12點 在高雄福摩沙站 光之穹頂 大家見 好不好 謝謝 特別謝謝 我們奧代表主 Patricia Smith 小姐 謝謝我們這個 這個 謝謝瑞瑞